我記得阿傑斯曾經說過大媽是國內最厲害的 不是我說的 我也是跟國內老百姓的智慧 但是我剛才發現了有一個信息 在中國的一間麵店 他直指對大媽作出一些挑戰 不是吧 這麼膽膽膜 我近來近來想嘗試跟你分享 買棺材不知道訂購而已 想跟你分享 其實這個麵店的門口已經寫著 本店麵不便宜 我們賣的麵不便宜 量力而入 你夠錢才能進來 另外就是 未經本店許可 借絕本地中年婦女點單 玩針對 很大件事 未經本店許可借絕本地中年婦女點單 聽到也飆冷淚 三十多年算不算是辣 自行据路入座 其實還有很多事 又上發出來了 為了店主肝臟不再疼痛 有精力管好自己的團隊 所以未經本店許可借絕本地中年婦女點單 挑戰大貓 另外還有一些 本店出面慢 出貨很慢 心急有事 沒有耐心 跟跟計較且請去別家店 另外 本店鄙視個別心理陰暗的小人 利用網絡慢罵本店 有種請你光明磊落 約我出來單挑 漏膠假 有幾個感覺 這間麵店 第一個感覺是不優租 第二個是市場道向 可能被他殺到血路 如果你擺明是挑戰大貓 如果你不喜歡大貓 這間店可以慢慢增加 沒有大貓的麵店 可能很生意 有一句我會買的 請不要將隨地套痰的漏襲帶入本店 你進來不要吵痰 大貓沒有這些行為 大貓沒有的 大貓有 大貓幾天絕招 拔頭髮咬人 還有拔頭髮起腳 他雖然很囂張 但他寫了一些東西 我會覺得他很囂張 老闆不在時 做出麵不好吃 如果我不在那裏 那麵沒有那麼好吃 可以直接要求退火 但要限於未吃 很有性格 你覺得不好吃的 退回 他在大陸 國內的麵店 我先檢查一下 這間店的 是不是很夠薑 反而有一個反宣傳的效果 你覺得是嗎 你反而會覺得你想幫忙 等於香港的店都是 什麼三不買 什麼追我就不給你 寫到整個招牌 內容很爛口很粗口 粗口形容詞 對 他就說 為什麼商家對大部分的客人尊重 有好客氣 對個別不客氣 為什麼中國遊客在國外野路當地人 為什麼商家不願意做有些客人生意 這個是階層的衝突 如果你再讀下去 我覺得他不只是針對大媽 你以為消費一次就是皇帝 可憐可悲 他在傷害所有中國人的感情 還有吃麵時請不要看你的手機 由於劑勇造成手機會吊在麵碗裡 本店蓋不負責 咦 這間店這麼有趣 好像寫了論文 是不是台灣人開的 中國網友看到反應兩極 有些人說這麼囂張 但是有些人覺得 他如果開過餐飲 都知道他的老闆這樣寫 句句屬實 真的有很多很壞的客人 他說其實各行各業都怕中年苦女 他說不單止他 其實什麼行業都怕大媽 當然 他說我一定會去這間 我寧願選這間 如果沒有大媽我一定會去這裡吃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殺出一條血路 不招呼大媽 不招呼大媽 不招呼吵痰的 或者不招呼壞脾氣的 或者拿著一碗麵 吃著一碗又吃著一碗手機 真的假的 如果生活過在大陸 就會多多少少 你都會接觸大媽 非同凡兩 我再要強調 在香港的中年婦女 你們是沒有資格做大媽的 因為大媽真的是中國的媒體 其實很有趣 我以前比較輕輕 那些去到20年前 我初初接觸大媽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譬如我在上海租了一間 二十多三十層高的高樓大廈 但當時他們對香港人很好奇的時候 就會這樣的 我每次回去都是這樣的 一進去門口 由管理員看到 管理員已經是大媽 然後他們就會經常不斷 他們就開始傳 我曾經聽過 在你耳邊有句話 他會說 這個香港人是鬼奶 那個香港人回來了 那什麼不特別呢 然後不用幾分鐘 我家裡的門口 你會不斷感受到 有些大媽 走到你那個門口 那香港人跟你有什麼分別 不是 他們是很空閒的 你不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這些已經覺得很奇特 譬如說 我試過在街上 其實可能有些碰瓷的事件 然後有人碰瓷 然後圍過來 第一堆一定是大媽 然後大媽還會幫你 即是像法庭陪審員 他們會幫你評理 有一堆會 有些會支持你 有些會支持那個奉持者 然後到最後陪的時候 兩邊還會幫忙 一起講假 時間太多人 有時候你看看新聞片 記者 這些是最輕鬆的 國內的新聞片的記者 經常拍攝 你會看到大媽 即時走到有鏡頭 看得很奇怪 其實就是駁出鏡那幾秒 不過呢 又不是只是國內 我看過新聞 在新年前 即是前兩天 前日 有個大媽 是台灣的 你有沒有看過新聞 他在一個大的停車場 站在車位 那個是不是大媽 那個大大地 又不是很年輕 又不是很老 霸車位 霸車位 站在車位 但是你知道 其實如果你入到停車場 當高峰滿座的時候 你一看到一個位置 你很想拍攝 但他就死都不走開 跟別人對質 叫人走 什麼什麼 人欲拍攝 是的 被人拍攝 放在網上 剛才你說的兩件事 我親身經歷 就在前日看電影 就在銅鑼灣 霸位 車位 不是 在一間食肆裡面發生 我跟朋友去吃魚蛋粉 吃完就等進場 於是在裡面吃的時候 有個大叔就厲害了 吃完之後 燉兩口煙 拿一支煙出來抽 不是啊 在餐廳裡面 餐廳裡面 魚蛋粉粉麵 即時 是本地人 一個遊客 國內遊客 即時的事應 嘩 不可以不可以 膚淺 抽起來 抽起來 他還很捨不得 還要多喝兩口 才整飾 真是火鍋 跟著說 霸位又有關係 有個大媽 他又不算大媽 我想三十鬆一點 國內人士 背包的 其實大媽跟年齡沒有關係 他有作風有關 他有一個人來 但他霸了四個位置 在那裡 在銅鑼灣的魚蛋粉 霸四個位置 他說 我三個朋友在酒店過來 他沒有說哪個酒店 我現在先坐著 等他一起下單 但那裡已經很旺很旺了 通常不想霸 但你覺得可不可以諒解一下 就像林鄭說 就像林鄭說 包容一辣 他可能沒有那個文法 因為現在香港 他未必明白香港 寸禁赤土 還有做食肆的艱難 周又貴 通常大家都會比較致力 就是群組合一堆人才進去 不要這樣辦 他也不會讓你進去 你不齊人 他不會讓你進去 他不會沒有那種警覺性 他不會沒有那種警覺性 最初老闆在容忍他 可以了 因為其實有幾批客人進來 沒有位置走去 已經掉了頭 最後老闆忍不住 喂 你怎樣的 因為你真的等得太久了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你等齊四個月之後 我還要做生意 大哥 最後呢 他狠狠出去 他擾讓了一會 他的朋友來到 但是他的朋友只有一個 嘩 這樣就不對 我不知道他是否放了背包 那些行李箱 那些東西 你真的不知道 最後只有我看到 我跟朋友吃完酒 我跟朋友吃完酒 都是只有兩個人 這樣 於是一刻經歷了你所說的事情 他就不是在談 我反而見得多 就是茶餐廳繁忙時間 有兩個國內人來的 通常茶餐廳企忙的時候 就會安排你坐在哪裏 還有就是你卡位 不要對處坐 坐在一旁 因為還要坐桌 很多時候這些情況 有很多國內人就吵 嘩 嘩 嘩 最後就不吃 就走了 快點走點我心想 沒辦法 這是香港的特色 沒辦法 這是香港的特色 明白有時候做生意就是這樣 不是說同不同程序 或者什麼大佬 那個時勢就是這樣 沒得不給 我想他們自己要調整一下心態 來到香港習慣一下 勢和逼是香港的特色 我經常都說 我歡迎你來旅遊 雖然我們沒有直接得益 的確有些香港人在旅遊業那裏 但麻煩你守香港的文化 入鄉除族 了解清楚我們怎樣 我通常會幫他們去調整一下心態 我會的 如果我身邊有些內地朋友來香港 我就說 這些是景點來的 帶你去看小的東西 還有一些很擠迫的東西 我說你們大陸有沒有看過 說完一輪 他們每次都會覺得 200多個學生 這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在大陸是看不到的 例如我帶他們去獨屈 嘩 你這個休息室 去哪裏找 真的 我相信大陸都不知道 為什麼看到盡頭 不是吧 他們很開心 你跟他調整一下心態 他就OK 做得好 非常棒 旅遊大使 2018年結尸 是的 為這種 還不長 各場 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